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 6号起连续两天在华山文创园区 举办2024智慧城乡嘉年华 活动中设置了三大展区 展示了多达51项由数发部、攜手地方政府 协助产业落地应用的智慧科技成果 而数位现场也公布了竞争激烈的第六届 创业硅谷里创新创业竞赛得奖名单 让民众前来展区体验智慧生活 年终除旧不新 日系的家电品牌一年一度嘉年华活动盛大开幕 现场除了展出全新智慧又省电的商品 更有买额赠礼付带抽电冰箱大奖等活动 一大早会场就聚集了满满人潮 热闹舞师剪彩开幕 日系家电品牌嘉年华活动开跑 消费者迫不及待来抢优惠 爱用者只要凭DM来厂 除了可以约换精美的来厂礼之外 购买我们的一个指定商品 还能报回精选的一个好力 那现场呢更有多项的一个节能补助商品 满额礼等多项的一个优惠 绝对让我们的一个爱用者满载而归 展场内集满参观人潮 有全新研版玻璃外观的电冰箱 首创采用热棒除湿式烘干技术 Whease双重厨师科技 除此之外现场限量发售100个福袋 让民众买福袋评抽奖 幸运得住可以直接抱回电冰箱 尾波炉 家电嘉年华活动 全台北中南共3T次 民众想趁着年末太久换新 可以多多比较 抢便宜审荷包 记得当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